接下来看到是惊险的瞬间 简直是回转是追杀 桃园有一名骑士从加油站出来 发现有砂石车要过 第一时间就让他先行 没想到对方突然回转逼近 眼看着就要被碾压 骑士当场丢了车拔腿狂逃 另外在高雄拖板车前往水泥场的途中 载运的钢骨结构超出了车身 路口左转的时候 这钢骨结构竟然就刺穿了车窗 插进了一旁的公车里 从加油站骑出来 阿伯看到砂石车停下让他先过 没想到砂石车突然回转逼近 眼看就要被碾压 阿伯车也不要了逃命要紧 跳下车三步并两步 边跑还边回头看 生怕跑得比他慢 追砂石回转简直吓死人 要不是阿伯反应快 恐怕非死其伤 30号下午 阿伯到桃园大西移出加油站 加完油起出来 遇到砂石车没注意视线死角 回转时差点被碾压 好险当下逃得快 人平安只有车被压坏 犹如汉死神擦肩而过 他根本看不到机车 因为它高度高嘛 惊险车祸不只发生桃园 高雄同样上演 31号上午 拖板车载着钢骨结构 前往水泥场途中 因为钢骨结构超出车身 路口左转时 竟然直接刺穿隔壁车道 公车车窗玻璃 查紧车里 车窗破洞 玻璃碎满地 车上四名乘客全都吓坏 赶快下车离开 雖然无人伤亡 不过拖板车载运钢骨结构 超出车身长宽 依道交条例最高开罚18000 新车上路只能当心再当心 毕竟车祸总在惊险一瞬间 记得桃园高雄综合报道 幸好